字幕志愿者 大家好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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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 今天是練日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是關於幾年前有一個司機 他遲到一分鐘而已 但公司罰他不出一分鐘的薪金給他 然後他就上訴那些去法院告公司 這個新聞是關於這件事的 我們一起看一下他講什麼 這件事終わる時間が1分遅れました JR西日本は1分の給料56円を運転士に払いませんでした 運転士は 今月19日 岡山地方裁判所は 運転士は間違えたことが分かった後 と予定通りの仕事をしました このため1分の給料をもらうことができます と言って56円を払うように JR西日本に言いました この運転士は 今月の初めに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 一緒に働いていた運転士は 彼によく頑張ったと言いたいです これからは 私たちが意見を言って 会社のルールをよくしていきたいです と話しました 請支付1分56日元的薪水 裁判所對JR 言 2020年6月 一個JR西日本司機 在火車放入車庫時出場 完成工作時間遲了1分 JR西日本 並沒有給司機每分56日元的薪水 所以司機告上法院 宣稱公司不支付1分工資違法 今月19日 江山地方法院表示 司機在發現自己犯錯後 有案計劃完成工作 因此司機可以獲得1分工資 他指給JR西日本 需要支付56日元 司機在今月初因病去世 跟他一齊工作的司機便便說 我想告訴他 他已經很努力 從現在開始 我們會發表我們的意見 完成公司的規則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新聞 這個新聞我記得 我有點印象 就是最初剛剛發生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有看過 大家又覺得怎樣 日本可能有些規矩方面 是很死板的 但又因為這些很死板 追求完美的制度 一些規矩 大家都很喜歡日本製的東西 因為真的很出色 但有時太死板 又好像會影響到某些流程 如果大家 如果是你的話 你又會怎樣取決呢 歡迎下面來告訴我們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還有分享出去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